就算雨傘破了身体湿头 没法治 就算冷笑冷到不是未宜 就算我向世界飞奔千百里 又再说 就算跌过百次再寻下次 温室无非逃避再或遇 伤汗像照镜子 旅行仍此时 曾相像太好力太多杀意 孤单的滋味天知我知 太幸福写时也许要变过几次 封不够珍惜的意思 曾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 不借的思念永不可揭斥 追着紧的事已经错过无可知 请让我像心中拒指 真是拆定了? 桌底也拆定了 桌面也要经过司法程序 这件案子一定要搜完之后 才能理解这件事 子林当时年纪小 在他心目中最亲的人 就是德哥哥 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哥哥 医生说他有创伤后遗症 弟弟 CA哥 略哥,徐盈生? 我有赶了会计從朋友 替姨妈拿通水 列给她拿出来 下次再给你 走了 liked 拜托 ged, 吃洗… 吃 厌哥 今天 engaged班星? 是的… 所以我借你了件屏幕使用一下 各产是更多年, 我一定不会认得 是一个新書可以吗? 我一直有帮 Players 是青師姐做模特兒賺錢的 肢鏡有血有血 姐姐,你撿得這麼漂亮 可不是哄天文學會兒子送一支鏡子給你嗎 你說什麼? 全靈,你進天文學會不是為了扣兒子嗎 我那天晚上在電話 在學會裡很多副二代 李文傑 不說了,總課 表哥,我也要出去 肢鏡人送的? 我不是跟你說過,不要經常要你禮物 喜歡的就自己儲錢買,經常貪人的東西 我哪有貪?難道別人包花紙 都遞到你面前也不要這麼浪費 你去 表哥,你電話去吧 你去推給你嗎 我趕時間了,不要說了,表哥,再見 我回家裡說 收拾 好,馬上回來 喬太太,我肯定我們神謙人沒拿過 老頭… 對了,最大顆的就在這裡了 麻煩你好好給我解釋 喬太太,我知道你不見了六萬元 但是到底是不是跟你同職會有關 我討解清楚之後,我會給你交代你 許Sir,你當我搵這麼久 有沒有見過,一傳出來,自己什麼都承認 你敢問你們這些男人 他們什麼都沒做過 你這麼說,真是我們是差 我們身為警務人員,是會知道犯法 不會就不用去ICAC吧 我只知道這個世界沒有貓不吃魚 沒有人是不貪錢的 有沒有手指指? 你… 蕭太太,麻煩你把這件事 清清楚楚告訴我 昨晚我去了我朋友家打牌 打了四個洞,回來已經兩點多了 誰知我一回來,不小心攝影 就立刻衝進房間,去了廁所吐 吐完我也暈倒了 就立刻帶上床睡覺 一睡醒就發現手袋不見了幾萬元 那會不會有人進你的房間?你不知道 怎麼會? 山哥昨晚全晚都去了應酬,沒回來睡 子林我問過,他也沒進我的房間 工人我也問過了 況且他們在這裡做了這麼多年 我一向都很信得過他們 還有,周北時我都買幾十萬在家裡 是有些外人連幾萬元也不放過 喬太太… 喬太太,在未有證據之前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優雅還是跟我們有關 這樣對我們整個團隊都很不公平 叫你來這麼說 你們當警察的懂得找證據 一樣懂得毀滅證據 下了監的可以拿錢積走 未下監的又可以把錢給下監的拿走 既然你有這樣的懷疑 公平起見,報警 好,老師說報警,我們就報警了,姐姐 報啊 什麼事?什麼事要報警? 嫂子 二叔,你回來就對了 你昨天有沒有進過房間 拿過我手多的錢? 昨晚? 當然沒有,我督播通宵,剛剛才回來 那最後一個可能性也沒有了 還不是有人手腳不乾淨 沒有人就報警了 不用報警了 好… 三哥 你找清楚了嗎? 你會不會掉了? 當然不會了 行了…不小心也好,塞亂也好 沒有小小事就說鬼叫 不是,三哥,我這次很肯定的 楊太太昨天付款給我的幾萬元 是信號的 所以我看得漂亮,我想儲起它 然後又放在手袋上 還不是他們偷了,是誰偷?報警吧 我說了不報警 幾萬元而已,這麼小時間這麼大 幹嘛?不要小事發財 是呀,是小數目而已 不用報警,算了… 不報警也行 但這群人說的東西都是古靈精怪 你怎麼能相信? 一定要換那些人來保護子林 換什麼人? 不需要換人,總之你以後代賺點錢 今天的事當沒事發生過 什麼叫大家以後代賺點錢? 那就是暗處我們自己偷的 是明屈 現在連大橋山也不相信我們 你們說以後要重點欺負下去 我寧願他是報警,弄清楚這件事 是呀,現在都不清除了就判我們有罪 算怎麼樣? 不清除就弄清楚他了 我寧願一間回家 今早才回去,什麼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其他人提過錢的事? 許醫師,蕙生 你先做多少錢? 好,知道 有什麼事?直接問我吧 工人什麼都不知道 蕙生,身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查清楚 那個錢是我家裡不見的 就是我的家事 我都說沒事就沒事 你們不用管了 最重要是做好你的職責,保護我的女兒 這件事關於你WPO的清白 不僅是你的家事 我要幫大家取回公道 我也希望你明白 做大事也要顧全大局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女兒接受你們 其他事情不重要 更何況 一時的貪念是誰都有的 對不起,蕙生 你的說法絕對不應徒 身為警務人員 是非黑白一定分得清清楚楚 我希望你明白 這個世界所有的事 不僅是非黑之白 有很多灰色的地方 你知道如果沒了會怎麼樣嗎? 世界大亂 爸爸 子林 你跟許Sir談什麼? 沒有,跟許Sir談,怎麼安排人手 那我妨礙不妨礙你們? 我們是傾談的,許Sir這麼聰明 我這麼容易說兩句,他就明白了 是不是?許Sir 我先回去吧 群姐,你再想清楚一點 小姐,蕙生吩咐過不可以再提這件事 志林 爸爸,蕙生 你怎麼跟朋友這麼好談? 我想查清楚 為什麼Tina那六萬元會不見了? 是許Sir叫你幫忙查的? 他沒有叫我 是我自己想查清楚 爸爸說過了,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一天不查清楚這件事 WPU班人一天還有嫌疑 他們還要留下來保護我 我覺得查清楚這件事 對大家也會好一點 你爸爸已經下了風扇令 你想試驗二叔嗎? 二叔 不用… 夏倫,又賭球 昨晚贏你的錢已經收百元包 還沒輸夠嗎? 你真是 今晚不出來了 對,第二天吧,就這樣…再見… 二叔,為什麼你有這麼大的錢? 還有些是信號 Yea 不知道,剛才打球就贏的 真的是? 是呀,傻子倫 賭我左右 500元一賭 第一天就輸多贏少 結果打雙打,拍著波黃窗 一路贏到 весь開行 算下了 整口錢就這樣收到錢 等等…你剛才很打了 你們с分,這些錢 超大多少是半元,多少是… 每一個也是主機 對啊,總之 阿倫輸了現金, 還欠波王槍數 那做管的錢, 你從哪裡收回來? 自己的, 按機掛 你是不是想到什麼? 錢? 好, 兩點鐘, 波樓見, 不見不散 就這樣… 沒錢, 打口數一定會被人刺激 阿倫 阿倫, 拿著你幾萬元, 遲些錢給你 阿倫, 我拿錢的時候是有跟你說的 誰知會這麼巧, 你又吐, 水喉又開 我說的時候, 你不知道我在說 好, 我當我真的聽不到 但我之前有問你 有沒有進過我的房子拿過我的錢 你又說沒有? 我打球打得很忙 後來還不斷贏 個人飄飄然, 混亂 都不知道哪些是賭本, 哪些是贏回來的 後來那局 我連黃綠啡三個球都擺錯了 被朋友笑得我臉都黃 哪裡有人混亂, 到你失憶沒有印象 一時大意 現在喬太太的錢賺回了 整件事都清楚了 那搞清楚, 沒人手腳不乾淨就最好了 一向都沒有, 只是有人代不賺錢而已 各位, 不好意思 我沒記性, 我沒用, 對不起… 阿水, 救我上房 大哥, 幹什麼?大哥 大哥, 沒事的… 對了, 什麼事?沒事… 對了, 沒事了, 沒事了, 沒事了 為何走開 走開? 開 大哥, 大哥, 不要… 不要了, 大哥 難怪說沒記性就失憶了 原來一直都沒吃藥 醫生說你的腦受過傷, 有後遺症 一定要保持著吃藥 不然你的腦很快就退 大哥, 藥的苦作用很厲害 吃了一個人作嘔作夢, 溫溫噴噴噴 怎麼出去玩, 怎麼出去刺球 你不吃藥, 才刺不到球 直說你也會說 那位黃綠啡球擺錯位 對的… 你吃不吃? 吃… 行, 我一定吃, 我聽你說 好, 看看 不是, 你不說 我每天都要親自監禁藥 不用了, 大哥, 不用了… 行…行… 行… 行…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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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自己來… 你怎麼樣? 許Sir, 早安 早安 你有四胃巡嗎? 不是, 我特地來等你 我知道你這個時間都會把盤災殺太陽 是嗎? 這個是送給你的 我代表我是一團隊人, 謝謝你 這次多虧你幫忙 我們才會這麼快查清楚面試 幫你代言我花館裡 不用客氣 不是, 盤仙人獎很漂亮, 謝謝 你喜歡就好了 最初我們咬了很久都不知道送什麼花給你 師姐說送小黃哥 包呆說送紫萊蘭 朱尼婆是包呆, 還說送劍蘭給你 終於咬了很久都沒有結果 所以我最後決定送一盤仙人獎給你 沒法哭就不用咬了 我沒試過送仙人獎 我終於可以試試了 那我不妨礙你了, 我先回去 我先回去 來來來來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 大哥, 我跟您介紹一下啊 好, 這位就是康震忠律師 他打官司非常有經驗 這位呢, 就是韋之列事務律師 我跟你們倆說啊 這就是我們大哥, 雄妃 雄妃, 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既然把律師都請來了 那付了保釋金, 我可以走了 你們倆記著啊 出去以後, 給我買點柚子葉 我要洗個澡 洗洗身上這晦氣 雄先生, 你聽我說 雄先生, 你聽我說 現在洪方那邊已經找到無疾金人 又控告你謀殺罪名 所以暫時不能保釋 不可能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 那事不已經擺平了嗎 哪兒還有什麼證人呢 大哥 喬江山已經答應了 他保證你在裡頭能吃得飽 穿得乱 對 喬江山說了 康震忠律師打這一類的官司 非常出色 雄先生, 你放心好了 喬江山吩咐下來 我一定盡可能幫你打贏解藏官司的 盡可能 什麼盡可能啊 怎麼盡可能啊 你這話什麼意思呢 這畢竟是人渣的地方 我們沒有辦法跟大門拼 還是算了吧 而且香港這一套 根本就跟咱們老家不一樣 咱們那一套在這不管用 咋說 放屁 你們兩個該死的東西 叫你們想辦法把我弄出去 你們沒辦法 叫你搞定姓喬的那個死丫頭 你們又搞不定 現在還要老在這吃苦 大哥 我們一抄心套份跟你想辦法的 都改 我們兩個沒用的東西 給我滾 滾 大哥 平山了 我叫你們滾 你發什麼脾氣 你可沒忘了這個爛攤子 是你自私搞出來的 我們都是兄弟啊 我沒你們這樣的兄弟 大哥 你滾 再不給我殺你們 大哥你聽我說好不好啊 哥 你聽我說大哥 哥哥 哥哥 老闆 老闆 對不起 剛才我大哥真的是太激動了 你的傷口沒事吧 只是比我愛傷沒大礙吧 其實大哥也是啊 一時接受不了現實 才發這麼大的脾氣 唐律師 您就別往心裡去了 好吧 我明白 其實剛才啊 我跟二哥也是費盡了唇舌 才說服大哥接受現實啊 好了 現在這件事情呢 總算有了了結 現在有阿媽跟靠律師在 你們就不用太擔心了 靠律師說 最壞的打算 可能背叛誤殺 真的要服刑 時間應該不會太長 我們在香港又沒有朋友 最可靠的就是你們 我喬江山是個講信用的人 我擔保你們的大哥 會很快回到沈陽去 好 我們也是重承諾的 喬哥 我希望以前的誤會 能夠和平解決 好 謝謝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跟二哥也要去機場了 好好好 阿娘, 我去阿姐姐他們 是, 喬先生 張姐, 我不先走了 喬先生, 我回律師行事行 對了, 私人休息室 大致根據喬小姐的要求裝修過 遲些送傢俬來就行了 怎麼樣?喬小姐 對了, 你滿意嗎? 沒什麼問題 喬小姐滿意就好了 對了, 喬先生 有一家國際知名的音樂經理人公司 給我電話 說拉進到維也納鋼琴大師 馬丁克來香港 他還說有興趣跟我們樂團交流一下 一起演出 馬丁克?是不是HackMartin? 有, 我很有興趣 我欣賞這位鋼琴家 爸爸, 好不好? 不行 為什麼? 在演奏會裡面不可避免有很多賓客和觀眾 我們WPU很難顧及到那麼多人 以及控制到場面 而且在演奏的時候 我們不能貼身保護, 風險太高了 其實上次的沈陽佬 找人暗殺只能失敗之後 好久都再無聲無氣了 可能你們WPU已經嚇到他們不敢再動手 又或者已經回鄉下來了 大家, 是嗎? 是呀, 真的有這個可能 不過如果許Sir 你認為人多很難控制的話 我們可以嘗試把演奏會不要加這麼大 被邀正嘉賓的名單 要遇免你們過目 又或者盡量公開發售門票 是嗎? 你們做事是不便宜方便一點呢? 是呀… 許Sir, 這個機會對我來說很難得 我真的很想 我真的很久沒見過子林這樣求人 給我面子 根據兩位喬先生的建議 的確可以幫我們降低反應風險 以及熱點監控 我們WPU盡量配合 那豈不是可以參加演奏會嗎? 好…不要… 有什麼不好? 不要在家裡練習 是呀, 樂團裝修 如果你們日在家裡練習 我怕又吵親人, 又是吵架 不妨, 教阿娘在我們公司的味道 找個探望給阿芝林 不用這麼麻煩了, 爹地 我可以回整個舊屋那裡練習就行了 這樣也可以 其實這種音樂有什麼好聽呢? 其實你問我, 我又可以問誰呢? 但有很多人肯給一千多元再聽 你也不算是吵架, 對吧? 真是一千多元都節省了, 這些音樂鬼會欣賞 我膚淺, 你好聽 阿偷, 音樂這家東西你還不是鬼扮 是呀 阿偷, 這些東西要比較好才知道 要是我現在搶一搶比較一下 看看哪個好聽一點 阿偷, 麻煩你高台貴厚 其實我今晚也是一千多元 這裡很辛苦, 想買什麼? 買奶茶, 上去 娟小姐, 車子準備好了 十五分鐘可以走, 你可以隨時收拾 我什麼時候說要走? 你說五點就回家跟爹地吃飯嗎? 我練得也不知道時間 不要緊, 還沒那麼多時間 如果你想練的話可以繼續練 我可以安排 那也不用, 說好了五點 不要妨礙你們接班的時間 不要緊, 很小事 不要, 我走了, 讓我去洗手間 好 阿偷, 你覺得大小姐的態度好很多 轉一盛了嗎? 是呀, 要不解救嗎? 走吧 屍家媽媽留給我的 齊小姐, 慢慢走 放心吧, 阿太走慣山, 她就行了 好幾乎 然後真會軟掉 我一定玩它 你們, 你真正衝 我說甚麼啊, 改變了 買甚麼? 七五念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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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頭 收到, 你看看阿頭有什麼幫忙 究竟發生什麼事?許Sir做什麼? 喬小姐, 這裡很快會被警方封鎖我來做事 我們要護送你先走 那許Sir呢? 你的保護工作由我現差處 師姐, 什麼事?護送喬小姐上車 是, Sir… 我先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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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怎麼樣?報紙報道看不看嗎? 有沒有撮大? 我?我怎麼知道? 你不知道?你昨天在現場 記者看不到的東西 你分分鐘全部看完 什麼?爆些獨家猛料給二叔知道吧 我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才想看看報紙有什麼說 究竟這副鞋龜是什麼人? 為什麼許Sir看到之後會哭得這麼厲害? 哭? 許Sir哭得很震氣 連其他隊員都不開心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道理, 許Sir的EQ這麼高 叫他發脾氣也這麼難 這陣子什麼骨頭這麼厲害 怎麼搞哭他? 究竟那個人是什麼人? 不用看了, 報紙人找不到資料 只有一個簡單的一句, 不用看 喬小姐, 我想問你 今天會不會回石澳的舊屋練習? 我今天不去了, 許Sir呢? 許Sir今天有事請教 這間由我現查處 莎小哥哥 不知道許Sir和那副骨頭有什麼? 我想你看到許Sir 親自問他會比較方便一點 不好意思 好… 花青的同事有幫忙 柳爺趕起了那份DNA發現本局 證實了那副骨頭的DNA 和他的DNA是完全吻合的 阿新文, 有沒有需要放假休息一下? 不用了, 劉Sir 我可以了, 不用放假 你是不是擔心工作方面? 如果人秀方面, 我可以另做安排 我是關心你的情緒 劉Sir, 我知道我昨天的情緒 是有些失控的 不過這件事我早就有過我最為的打算 所以這時候我也接受了現實 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一定可以輕鬆自己的情緒 你絕對不會再有失控的情緒出現 其實以你的性格 我也猜到你會給我這個答案 好, 我對你有信心 保護翹子林繼續由你負責 謝謝Sir 你倆快點走了, 別再在這兒搖讓 走… 什麼事? 許惠心, 許Sir 我是四位日本記者想跟他做專訪 昨天在石澳發議那副鞋骨 是否已經核實了身分 是否真的跟你有關? 許Sir 有什麼事?文警察公共關鞋科 我沒有專訪 發表一下, 許Sir 不好意思, 是, 網網鏡頭 許Sir, 網網鏡頭 許Sir, 網網鏡頭, 拜託 你知不知道你再這樣 我們可以過去阻差辦公 我跟你說 你現在已經進入了他們的私家地方 如果你再不走 我可以立刻踏到警局 Sir, 其實我在街上等人不是辦法 許Sir, 網網鏡頭, 網網鏡頭 網網鏡頭, 不好意思, 拜託 什麼事?記者, 哪家報館? 原來是難鬼四海日報 阿哥 喬江河 幸好你還認識我 不用我找你老闆、高老奶 證實我的身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和高老奶差不多年紀 當然是她要稱呼我為水哥 記者, 許Sir是我好朋友 你搞得我好朋友不高興 就是搞得我不高興 到時候我就要搞得你老闆不高興 這樣就沒人了, 是吧? 水哥, 不好意思 這件事其實我頂頭老片叫我做的 你好像有位做小的 都是聽我做的工作 我拿了一張牌子, 方便一下, 水哥 牌子是老片給你的, 不是老闆給你的 不是, 還是回去跟你老片爹一下 順道找高老奶奶吃飯 我想你也很少跟他吃飯, 是吧? 不用了, 我有了 不用了, 這輛車別坐了 坐我那輛吧, 走吧… 不用了, 水哥 不用了, 行了, 我… 我可以, 但你站在這裡 不用了, 水哥 上車吧 二叔 終於讓我霸佔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霸佔什麼? 就是許Sir和那副骨頭的關係 為什麼? 你二叔吃腦的嘛 今天那個記者不斷擋著許Sir 問他關於那副骨頭的事 我表面上就幫許Sir攀記者走 說夾他回報館 其實實質, 我想回頭 看看他知道有多少事 原來那個記者收到封 說許Sir發現那副骨頭的時候 哭了, 他也覺得奇怪了 警方那邊傳得好行 說那副骨頭其實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許Sir八年前失蹤的女朋友 那副骨頭, 荒雲奇 問世間, 情是何物 可歌可歌的又怎麼樣? 不是又紅顏薄銘? 一切都是玩了美了 美玩美了 沒有了 我以為你二叔才這麼白 子能, 你也有興趣知多一點嗎? 其實許Sir跟這個女孩子 在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拍拖了 他們兩個都好動 一放假就行山當成為拍拖 他們還周不時找一些新的行山徑 總之就越撩膽就越興奮 直到八年前 許Sir他們原定約好了 他早就去西貢走一條超級難行的身路 去看日出 怎料出發前 許Sir臨時有行動, 去不了 只剩下他女朋友一個人去 那天好像是黑色暴雨 西貢那邊山紅步伐 他女朋友… 這樣就失蹤了 全世界都打了輸數 覺得女朋友應該就空多吉少 但是許Sir一天沒找到屍 他也希望女朋友仍然在生 那時候他聘請了三個月大駕 天天去西貢那頭四圍尋 不過三個月很快就過 別說屍體 許Sir令一點線索都找不到 那就唯有歸隊做事 但是這麼多年來他都沒放棄過 不管什麼天氣, 什麼季節 一放假就去找 原來說是走西貢 但是從清水灣到起 攀山洩水到沙田那頭 都算是西貢, 也不是野小腳 許Sir一走, 那就走了八年了 直到昨天… 其實八年來, 什麼消息都沒有 許Sir也有心理準備 女朋友已經不在了 直到昨天幫你走到山坡撿絲巾 無意間發現了那副鞋骨 不論是戒指、頸鏈 還是那個背囊 許Sir一眼就認得出 這些全部都是他的女朋友 一天沒親眼看到 都還可以自己騙著自己 不過, 可能連我天都覺得 是時候要他面對現實 一次過把屈在心裡 這麼多年的感情釋放出來 八年, 真的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但是他女朋友不是去西貢行山嗎 為什麼會跑去疼我? 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原來八年以來 許Sir一直找錯地方 出事之前, 許Sir他打算會走一條新路 許Sir去不了 他就打算他女朋友會去 誰知道他女朋友沒有去新路 反而他去一條舊路去了石澳 我想他一定打算要跟許Sir 才去西貢那條新路 於是這樣就陰了, 陽了, 陰差陽錯了 如果不是許Sir為了保護你 他就不會去石澳 如果不是這麼巧 你那條絲巾吹到山坡 他就不會去替你收拾 這些還不是天意 不過好, 總算許Sir這麼多年的心結 都了結了 二叔, 這些資料全都是記者告訴你 他什麼都知道 還用不著找許Sir來問? 記者也打算好頭好味 八年前許Sir女朋友失蹤時 記者做了一篇專題報道 昨天找一篇腹骨 他還不趁機吃住相 做個完整版本? 要一篇報道夠搶夠爆 有什麼值得問當事人的感受呢? 這個記者還讓我看回當年那份報道 給他看, 過來 你怎麼知道 謝謝 我們來處理一下 好, 齊小姐 不是有什麼事吧? 我想找許Sir 頭頭他回阿總部 那他什麼時候回? 不清楚, 頭頭說不來的 我想慢點, 謝謝 謝謝 齊小姐 許Sir 小姐給我通電話說你找我, 有什麼事? 我看了報紙, 知道你女朋友的事 節哀順便 有心 其實我也是有找你的 什麼事? 我下個禮拜會請假裝喪事 沒問題的, 我下個禮拜也沒什麼地方去 你不用去家裡練習嗎? 那又不用練得那麼密 我也想休息幾天再練習 我下個禮拜應該留在家裡而已 你放心做自己的事 就是你的我們 我下個禮拜 老頭,自我順便 自我順便 有心嗎? 其他手足的事在做 叫我代替他跟他說一聲,不好意思 行了,有心就行了 有什麼事要幫忙,記得開口 阿奇,爸爸媽媽早就不在 連七大約去的媽媽早前你也走了 我以為他做的事也不太多 所以我想一生一腳,七零七禮 明白的 先坐下,去招呼人 我以為這條衣服挺有心的 阿奇先生,這裡回到… 回到那裡 我們以前說過, 以後要住在遊艇 躺在甲板可以聽到頭上飛過河有叫聲 潛入水渡可以看到魚在身邊游過 希望你現在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這是我最後可以為你做的事 它會安靜, 你也是時候放下 我不能放下 外面的領袖 水渡滅 水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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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慢慢呼氣 然後慢慢把你的拳頭放鬆 很好,是不是覺得放鬆了很多? 現在我想你幫我畫一幅畫 畫裡有一間屋,一棵樹和一個人 你只需要憑著你現在最珍切的感覺 畫出來就可以了 你只能畫了一隻窗在屋子裡 代表他願意開放自己和外界接觸 至於這棵樹就是反映他的自我意識 只能畫的這棵樹大小適中 簡單來說,反映了他沒有過分自卑 和自負的情況 不過最重要就是看看那條樹幹 樹幹上越多是陰影和樹紋 代表他的內心越焦慮 不過只能畫的這棵樹幹 只是簡單幾條樹紋 我相信他最近的心情應該挺平靜 他還畫了一個張開手的女生 所以代表他不太抗拒和別人溝通 那這輛車和他是什麼? 那輛車就是反映了他的潛意識 他的潛意識感覺到有外來人 闖入了自己的生活裡 的確,最近很多保護證人組的成員 圍繞著他 那倒是,希望錢可以早點結束 保護證人組可以早點撤退 子倫在屋裡畫了一盞開著的燈 那就是代表他對這群外流的人 沒有特別抗拒的感覺 我相信子倫跟他們相處應該不錯 還挺有好感 放心吧,喬先生 子倫現在的病情已經越來越穩定 而他現在的心理狀況 也是非常理想 這次真是很感謝你,Kerry 自從你叫他用音樂去釋放自己情緒 他畢竟的,進化了很多 其實最近我真是擔心家裡多了這麼多人 對他來說,有很多滋擾 想不到他居然可以這麼平靜 真的要感謝你 你別這麼客氣,喬先生 我很感謝你肯放手把紙琳交給我 不妨我花了這麼多時間 和精神轉移音樂治療 你心肌不會白費的 這次演奏會會在香港城市音樂中心 的音樂廳舉行 我們保護範圍遮蓋整個音樂廳 包括後台、前台、觀眾席 售標主和所有出入口 每個節奏,我都要手足和我盯緊 還有,大家要留意所有出入音樂廳的人 包括觀眾、工作人員等等 看看有沒有可疑問 但是這個音樂廳可以容納三、四百個觀眾 沒錯,所以樂團方面和我們混合了 觀眾席這部分 會留給世界各地不同的知名音樂家 這部分會留給喬江山的親民夕友 還有樂團團員的親屬 這兩群人的名單,樂團已經傳給我們 不過這次演奏會 還有少量門票公開發售 由於我們無權搜身 也不可以檢查你的身分 所以這群觀眾的資料,我們完全適合不來 照這樣看,如果有人要對喬小姐不利 最有可能就是混入這群觀眾裡面 所以我們要重點留意這群觀眾 這次的行動最大難度在於 這一個在公開場合 喬小姐在台前表演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貼身保護 所以無論在內圈、外圍 和場館周圍的手足都不可以鬆懈 這次柳Sir已經加排了人手回合我們 對,總之,大家要一眼關七 有什麼事收拾 是,Sir 樣子毫不無可悟 佐藉 作詞 你知 认真 告诉你